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欧元区6月份服务业和制造业景气连续第5个月萎缩 6月份PMI指数为46.4 过去10个月来 PMI指数已经有9个月低于景气扩张临界点50 经济学家推测 欧元区经济在第二季将萎缩0.6% 是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 日本国会调查小组 针对去年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灾 进行调查报告今天出炉 长达640页的报告重点指出 政府部门行政当局和东京电力公司 对于守护人民的性命和社会责任感相当不足 报告中还点明前首相兼职人与政府官员 在地震发生后应变迟缓又过度介入核灾 导致指挥系统混乱浪费救灾时间 因此造成辅导核灾最大的凶手是人祸 南韩前总统蒲正希之女蒲景慧透过发言人表示 7月10号将宣布争取保守派新世界党提名 角逐总统大选在大部分初选民调中 蒲景慧始终遥遥领先 外界评估他胜出几率非常大 新唐人家台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